财资大道 林杰盈 何文杰 好了 继续回来财资大道 跟大家看一看美国股市三个主要指数 道指纳指和标准普2500指数都是做好的 道指升了94点 纳指升188 15点 而标准普2500指数升32点 另外大家关注外汇市场的情况 Yen曾经下过125-1美元这些位置穿过 今早上最新是123.76对1美元 在这位置请资深外汇评论员陈建豪和我们谈谈 早上 陈建豪 早上 早上 大家也很关注外汇市场的走势 特别是看Yen的情况 Yen越跌越有 似乎好像找不到低位 你自己怎么看Yen的走势呢 我想昨天短期的低位有机会初步出现了 最主要我想就一方面就是这个月 你记得其实应该主要是这三个星期 其实那个日元都跌得比较急的 但是大方向跌我想就是 大家都今年是一个明显的主题 因为今年是炒一个高通涨 一些央行主要央行都是一个比较激进一点的 货币政策去收紧的货币政策 但是你看到日本那边似乎就没有条件去说 退出量化宽松 更加没有条件讲加息 甚至最坏的情况 上个星期五年行长黑权东宴 都出来说约日元似乎是有利经济 就是说其他的央行最担心就是通胀 会是首要的一个应对的目标 但是日本似乎关心的经济多过通胀 因为通胀还没有失控 所以变成了货币政策这么分歧 我想市场上面就立刻找到的主题 就是去买一些外币 尤其是说到美金 因为上个星期我们见年联储局 几位的委员 其实都先后放英 甚至说要加息半厘 年底要加息加到三厘 所以我想这个货币政策的分野 这个息差 我想这个是最主要令到日元走弱的原因 但是短期跌得过急 因为只是三月份 它说由美元到日元 由114的水平 现在升到125的水平 我想四月份有机会初步 要整固一下先 不是那么容易就升穿125、126月 因为始终已经去到一个六年的低位 再升穿的话 下一个位就要去130 但是我想在现在都要整固一下 始终大家又在担心着日本央行会不会 有些委员就怕跌得太急 又出来出口述去托一托个市 有些干预行动 看回这个日元 其实如果在三月初的时候 就是114.63对1美元的位置 接着现在已经去到123.71对1美元了 这么早上 如果你数一下一点 一月初的时候 更是徘徊在114、113这些位置 我想问一下程玉浩刚才说的 就是日元我们一般 譬如三月底很多时候都会有些年结 以前就说这些年结的情况 对日元的需求会大一些 就会推翻高过日元的 你自己怎样看这一样东西呢 这个年年都一定会有的 实际一些是企业的实际的需求 但是我想现在的效果未必那么显著 最主要就是以前高息年代的时候 很多企业其实年初的时候 可能真的将一些外自己手头上 限制的一些资金 可能就买入一些高息的债券 或者高息的外币去收下息 因为日本过去三十年都是零息的 尤其当年讲到金融海啸前的时候 那些澳洲籍、纽西兰籍 可能讲到有七厘八厘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挺不错的投资回报来的 但是始终金融海啸后 你见到市场上面 大家的央行全部都是零息的了 那变成效果似乎就没那么明显 但是我想这个 我觉得可以当是一个解释 但是似乎市场上面 有时准有时不准的 因为不是年年就说一定三月就日元就会急升 只不过可能以前传统上这个实际需求 但是外汇市场始终有更加多的炒作的因素 我想色差是一个很明显的因素 因为如果大家都零息 大家在过去几年 其实这些央行没讲到加息的时候 其实这个因素就不会被人达展出来 但是今年你见到很多的央行 已经开始了加息 也都尤其我想最主要是上个星期 联储局就真的比预期更加进取了 开始修正市场的看法 就是之前一直被人家诟病 就是说可能它比较落后于形势 就是被通胀带着走 就是错半组的形势 那现在你见到它的言论上面 明显是想带回市场 就是说今年是比较激进上去 就是收紧的货币政策 那这些我想都是变成市场上面 立刻是找到一个投资的主题之下 所以短期有这样的炒作的一个技巧在那里 那人民币是不是有一个转弱的趋势呢 就是始终和美元的息差开始有日价了 那那些国际资金是不是会不选人民币呢 我想你分短期从中期去看 就是中长线来看 似乎大家对人民币仍然是有兴趣 因为首先我想近期就是地缘政治的冲突 一方面有些说法就是说可能是俄罗斯的资金 不是找出路的话就去泊在人民币那里 另一方面我想这个更长期的核心问题 大家就会想着那个美元发行的问题 很多家央行有些说法就将它的外汇储备 慢慢就不要持有那么多美元了 因为原来有风险的 原来一旦有机会可能会被制裁等等 那变了可能我们会想选择去分散外汇储备 那有些什么选择比较流通性比较高的 那当然是欧元 但是欧元近期又因为地缘政治的核心 祸心的风眼就在那个欧元区里 那可能人民币也是另一个选择 因为一个正在托起的货币 那所以我想这些就是一个中长期的因素 那但是今年来讲的而且确 人民币在过去两年升了这么多之下 加上最主要就是美国又开始的加值周期 人民币方面就今年是有个炒宽松 炒减息的一个预期在那里 那变了就是你看到 人行就在大概去年年底 都已经放了一些风出来 就是不想人民币单边升值的 但是今年第一季也都试过 人民币去到大概6.31、6.32这些水平 那我想如果你说短期它会调整 可能去到大概6.42、6.45 我觉得是比较合理一些 那些水平可以慢慢重新吸纳 其中人民币都仍然是有个息差的优势 仍然是保持到的 那虽然它有机会减息 但是因为过去两年你见到疫情关系 其他的央行就减息减到零 现在才加息转头 但是当时人民币其实是没有减息的 所以那个息差其实仍然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现在的优势是被人收窄的意思 就不是说已经是立刻变了负息差的一个情况 美汇之数就碰着99 美汇的走势你怎样看呢 特别是我们看到加息近期的人都留意了 因为能源价格方面 虽然今早早也有些回回 这两天也有些回的 但油价仍然都站稳在104楼上 104.39美元一桶 今早5月份的纽约期有 怎样看家园方面的情况 我自己觉得美汇指数上半年都还会保持 可能是比较偏高的水平 可能是99或者甚至111这些位置都不出奇 但是它的货币方面其实它不是全面的转强 其实只是个别货币 包括刚才我们讨论过的日元 也都另一个就是欧元 我想这两个外币就今年被人看得比较淡一些 最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加息 或者退市的一个计划 或者一个路线图 大家没有一个憧憬在那儿 但是你其实已经见到 其他的外币 尤其是商品货币 就是奥紐加三个 其实已经在低位已经远离了一段时间了 当然有不同的因素 一方面就他们有机会加息 包括纽西兰、加拿大 其实今年一样是有个接触加息的机会在那儿 变成了一个息叉 就是跟美元之间的息叉 其实是不会被人拉闷了 就是不会削弱了一个吸引力在那儿 第二样东西就当然是在炒商品 农产品等等的价格 一路飙升的话就对他们的经济是有利的 所以我想这三个外币 其实已经率先是见底的 说今年澳洲是10米先 纽西兰可能是65米先 加价是大约1.29的水平 似乎都不是很容易再增的 所以这次有机会调整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慢慢收集这些外币 但是欧元、日元 因为他们已经占了美汇指数的比重 是七成的比重 所以变了有机会营造到一个美汇指数 在上半年是偏高位的一个现象 但是它只是零星地 就是对个别的外币有机会是跑赢 但是对商品货币 比较就有机会是跑输的 当然很多香港人都留意着 这个日元究竟是什么位置才可以在现阶段买入 你特别担心刚才说央行可能会随时出手干预的情况 另外英镑方面也有很多香港人关注着英镑的走势 英镑今早是1.31左右这些位置 你自己看英镑的走势是怎么走呢 英镑近来都是比较弱一点点 它说是由1.34这些水平 其实反复都市回到1.30 其实都是这些低位在整固 但是它的息口就是加息的周期 其实都未完结的 只不过我想市场上有点炒作 就是说之前加息炒得比较樱派一些 对上一次的加息 似乎投票结果上面 没有什么委员不说再支持加息半厘了 可能也都看到央行的言论 就说可能有机会看数据情况 才决定再加不加等等 但是我相信加息周期开始了 其实不是这么短线的 就是不是说炒作四个月的时间 可能说是用一年两年左右才是一个加息周期 中间也都有机会会可能停一停 在一看经济情况 但是通胀这么高之下似乎都仍然要加息的 只不过最近看到美国可能言论上更加激进一些 市场上可能炒美金又升上去 所以有点像一个摇摇板去炒作 那英镑我反而中线呢 我觉得如果有机会 就是现在都接着1.30的水平 其实如果有机会呢 例如说去1.28 1.28半这些水平 我觉得可以是中线去吸纳 那就是我的假设呢 就是不会跌穿2020年的9月的低位 就是当时大概1.27的水平 那我觉得这个位置是守得住的 那今年年底的那个目标 我想看上去大概就是1.42 就是说用上年的高位作为一个目标 那日圆呢 日圆的话就始终它真是比较小一点 它又没有加息条件 也都没有什么基本因素是支持到它要走强 那连央行都不是很配合 我想最主要令市场有点失望的就是 就算你们打仗 以前我们说日圆是一个避险货币 今年似乎日圆的避险功能都失去了 那所以呢变成了市场上面呢 其实就不太看好这件事 那如果你说日圆上面 我想它现在走的走势 因为3月刚刚才由1.14水平 升到上去1.25的水平 那可能现在有机会先整股 但是有机会就在大概1.18、1.19这些位置 开始至到1.26这些水平呢 就是先交易住 那我想就中线看呢 我就看得比较淡 因为始终联储局的加息周期刚刚才开始 那债息呢 虽然现在升得比较急了 但是似乎大方向的债息仍然要向回 例如说3厘、3厘、2厘这些水平呢 去进化 就是这个比较中长线的看法 那变成了日本又没有一个说 就是叫做收紧的一个意思 那债息一路都是维持 就是0.1这些水平呢 债息这个价格拉闊仍然不利的人员 那所以今年我想下半年呢 虽然有整股 但是可能在120水平呢 应该市场上有兴趣重新 又再去估计的日圆呢 那可能都是120至126之间呢 先在这儿上下着先了 嗯 好啊 那今早上和你聊到这里先了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谢谢